菲律宾这一下算是踢到铁板了 与我国合作的50亿铁路项目被中国直接喊停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大国向来以和为贵 并且很有大国担当 在和其他小国合作的时候 中国也会进行适当的让利 其中也包括菲律宾 然而菲律宾却再次当起白眼狼 不仅在我国南海仍爱交不断挑衅 还对中杯合作项目出尔反尔 提出一系列苛刻条件 菲律宾是认准了中国作为大国 不会轻易退出项目 可中国不会再做冤大头 价值超过50亿的铁路项目 咱们说停就停 这一下菲律宾才知道打错了如意算盘 着急忙慌的找来了三个接盘侠 可没想到 这三个国家一个比一个不靠谱 那么这三个接盘侠都有谁 他们是真的想帮菲律宾 还是另有所图呢 菲律宾地理位置特殊 国家有多个大块岛屿组成 俗话说的好 要想赴先修路 菲律宾要想更好的发展本国经济 就得把这些散庄的岛屿连通起来 所以这就需要发展铁路运输网 为此 菲律宾提出建设三条主要铁路的规划 他们均以马尼拉为起点 分别修建至克拉克 巴丹和卡拉巴松 总投资超过50亿美金 但规划的再好 没有技术 也是竹烂打水 于是菲律宾在国际上进行了招标 中国素来有基建狂魔的称号 可以说哪里有基建需求 并且有资金 中国的专业基建团队 就能够在哪里化腐朽为神奇 中国的基建实力究竟有多强 世界上最高的桥 最长的桥 最南绝境隧道 海拔最高 且线路最长的铁路 都在中国 蒙加拉国曾经出资 300亿修建的帕达马大桥 美国 日本 德国 这样的强国 在实地考察修建条件之后 都退出了 只有中国挑下了这个重担 经过这个极具挑战性的项目之后 中国制造更是深入人心 因此中国在众多竞争者中 凭借实力脱颖而出 拿下了菲律宾的铁路项目 按道理来说 菲律宾有需求 有资金 中国有技术 有效率 这次合作是个互利共赢的事情 而且中国还承诺30亿贷款 贷款利率也只收3% 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 菲律宾都应该是做梦 都能笑醒的程度 了解中国实力以及合作诚意的人 一定会认为此时的菲律宾应该偷着乐 但事实却让咱们中国大失所望 菲律宾得寸进尺 中国操作令其傻眼 中国虽然带着满满的诚意 但是却并不是所有的国家 都能认识到中国以和为贵的理念 恰好菲律宾就不能理解中国的智慧与文明 认为中国这样做是因为得到了足够多的好处 明明双方是合作的关系 菲律宾却因此把自己当成了是赏赐中国赚钱机会的上位者 在项目开始没多久 菲律宾开始推翻之前谈好的条件 并且向中国提出了苛刻的要求 虽然中国的30亿贷款的利率已经低至3% 菲律宾却希望贷款利率能够压缩到2.5%以下 甚至还无理地要求中国需负责建设资金 并且承担所有风险 在中国菲律宾谈好合作之初 双方认同的条件 本就是建立在中国让利的前提之下 而菲律宾这种得寸进尺的操作让人很费解 在中国的众多合作伙伴中 菲律宾并并不是第一个出尔反尔的国家 难道菲律宾是看到西方发达国家 出尔反尔的行为才效仿起来的吗 在所有人都猜测菲律宾这样做的原因之时 菲律宾竟然给出了让人哭笑不得的答案 关注国际局势的人一定知道 菲律宾屡屡就中国领海问题和中国渔民发生摩擦 而菲律宾在这次合作中提出无理要求的谈判筹码 竟然是中国领海问题 哎呀自信是好事 但是一个国家盲目自信 真难免做出让自己后悔莫及的决定啊 菲律宾认为项目已经开始 中国已经投入了一定的成本 再加上领海问题 他认为中国定然会答应这些不合理的要求 然而是是证明菲律宾的算盘落空了 面对菲律宾这种出尔反尔的举动 中国直接宣布撤资 虽然中国已经投入了一定量的资金以及人力 但是对于菲律宾来说 停止这个项目损失更多 当初菲律宾决定修建这三条铁路 就是为了发展本国经济 如今项目被搁置 经济发展计划必然也会受到负面影响 菲律宾经过这一次的较量 明白了中国的态度 然而却后悔莫及 如此庞大的工程是经不起长时间搁置的 所以他必须要尽快找到能够接盘此项目的国家 中国基建狂蒙名号在外 不仅技术领先而且效率极高 究竟交给哪个国家才能够让菲律宾的损失降到最低呢 菲律宾这一下算是踢到铁板了 与我国合作的50亿铁路项目被中国直接喊停 这一下菲律宾才知道打错了如意算盘 着急忙慌的找来了三个接盘侠 可没想到这三个国家一个比一个不靠谱 不自量力还是另有所图 其中让人最意想不到的是印度 印度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 东方大国这个称号 因此总是一厢情愿的把中国当成对手 尽管中国在方方面面已经领先印度很多 但是印度不这样认为 想称把亚洲的印度建中国撤出之后 自然会较着劲来接受菲律宾这一个棘手的工程 在很多事情上 印度就是实力配不上野性的典型代表 虽然屡战屡败 但是屡败屡战 建中国退出项目之后 印度在没有评估本国基建实力的前提之下 接盘了这个项目 印度似乎忘了 本国的铁路建筑却一直都是一个难题 否则也不会让印度百姓出行 还有扒在火车外面 印度的基建能力差到什么程度呢 本国的铁路还需要承包给日本来修建 以至于闹出了全球瞩目的大笑话 五年修建了十公里铁路 如果印度真的有这个接盘实力 那么起码先把本国的铁路修建好 再来接盘其他国家的项目也不迟 五年建十公里铁路的日本 今日印度会把修建铁路的项目承包给日本 说明日本还是比较容易让其他国家 相信日本有这种实力的 无论是当时的印度 还是如今的菲律宾 之所以敢把项目承包给日本 就是因为日本组上确实富国 日本曾经的高铁可谓全球领先 不过那些都已经是昨日的辉煌 全球各国都在快速发展 而日本似乎停止不前 所以曾经的优势逐渐消失 更何况日本不仅实力没有多少涨进 态度也不端正 虽然日本一直在营销方面 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营销日本的匠人精神 但是真正和日本合作了之后 就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啊 谁会做谁会回 看看印度修建铁路的笑话 就足以让明白人清醒了 菲律宾的铁路修建是一个大工程 很多国家当初之所以没有接下这个项目 一方面是不愿意让步利益 另一方面确实存在很高的技术难度 日本这一次接盘算是在技术上挑战自我 而另一方面 日本选择接盘的原因 同样和中国有关 如果选择退出项目的是其他国家 日本可能完全不会参与进来 不过退出项目的是中国 日本会想尽一切办法参与进来 日本算是最了解中国实力的国家之一 他深深的清楚 中国退出这个项目之后 菲律宾是无论如何 也找不到更好的合作对象的 日本又不希望菲律宾回头和中国缓和关系 所以即使日本接下这个项目 相当于接了一个烫手山芋 他也会先参与进来再说 至于后续建成什么样 结局大概率可以参考印度的铁路 中国可能用五年的时间 就能够修建完并且保证质量 而日本可能修建五十年还存在风险 最后一个接盘的国家就是韩国了 韩国屡次拿中国文化生意 平平被打脸之后依然弃而不舍 如果说印度接盘这个项目 是因为曾经辉煌过 那么韩国又是抱着什么样的目的 来承接菲律宾的这个项目呢 要知道 韩国的2021年才有了自主研发的第一条高铁 自己的项目技术还不成熟 就承接这样的高难度项目 这不得不让人揣测 韩国这样做是拿菲律宾的资金练手 接下来这个项目 韩国自行到账 还能增长项目经验 而最终出了什么问题 相信韩国是不会负任的 总而言之 接盘菲律宾三条铁路项目的国家 看起来一个比一个不靠谱 让任何一个国家负责这些项目的后续工作 都后患无穷 但是举目全球 菲律宾似乎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菲律宾再向中国提出无理要求的时候 是盲目模仿了部分西方发达国家 却没有看到那些国家也后悔不已 不知道菲律宾能不能清醒一点 不要投入巨资 又耽误经济运转 甚至造成重大事故 对于此事 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发表高见 觉得本期内容不错 可以点赞加关注支持哦 下期内容更精彩